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第二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撿到寶,上集 小時候,我看過一套重播劇 叫做《撿到寶》 查回資料,演員包括劉克孫、鳳崔凡 黃韻詩、歐陽佩山、林子祥和金國亮 劇中說的內容是一家人入住新屋 發現有四隻鬼,整天想他們家人身 屋主劉克孫就跟他們周旋到底 最後家人的關係和好大團圓 我第一次有意識跟鬼的相遇 有點像這套劇 是跟鬼做同屋主 那時由我小時候搬入新屋開始 所以我會叫那隻鬼做《撿到寶》 整件事發生在我小時候八歲的時候 當時我都算認識些東西 認識人和鬼 我出生就住在一個臨屋區 有點像現在的中鑽屋加荒倉 後來成蒙政府的關照 全家終於搬到一個新氣的公共屋邨 不過老實說 單位現在一看都算奇怪 長年不見天日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這條村建在山邊 我們那座十樓是平台 外面凌空整了條長的走廊 貫穿兩座 我們就是住在走廊下面那層 所以這間屋長年都不會見到陽光 無論好天雨天都沒有光照入屋 不過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說那裡陰氣重就不OK 相反 我們住那裡一家都不知多happy 除了有瓦遮頭之外 有獨立廁所和廚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下雨都不用收衣 這下才最珍貴 我和撿到寶的緣份 從我由竇圓這麼小的屋架床講起 新屋大約兩百多呎 火柴盒大小 不過好處是自由間隔 我和妹妹住在一間六呎成四呎闊的房 擺滿雜物 我們第一次接觸那天 記得是冬天 大約天光五點左右 我睡一睡一覺突然之間醒了 擦一下雙眼 發現上隔床有雙腳伸了下來 好像在玩千秋一樣 拼來拼去 我很記得妹妹原本是睡上面那張床 但那一陣子她去了阿婆家過暑假 所以肯定沒有人睡 那雙腳足足有三呎那麼長 簡直差點碰到我樓下睡的那張皮 我那陣子想一想 會不會是老豆在上面坐呢? 但最後想了一陣 馬上stop 因為穿著的是白色西褲 啡色皮鞋的長腿 雖然在微弱的燈光之下 仍然很新正光鮮 我老豆五尺五 平時睡覺頂多穿背心短褲 出街一雙懶老鞋 幾時見過她有這麼似正的皮鞋? 我再觸眼 確定自己不是幻覺 即刻醒了一半 上面都跟手停下來 然後一個身影 樓上直跳落地下 好像玩體操一樣 之後著地又馬上彈起 直接撞入對面腹牆 Oh my god 我這些小孩 對於這種得如其來的情況 竟然沒有嚇到彈起 相反 只是望了一陣 然後直接睡回 現在大過之後想起 都覺得自己很厲害 是真的 OK 是真的